大家好,歡迎收看神魔之籃,我是JZ 今次就用這個坦忌 哈哈,我剛剛才加上這個坦忌 實不相瞞,這個坦忌,這個Degi 這個Degi 大家怎麼看啊,這個Degi 我不說了,你自己發掘一下 這個坦忌呢,它CD少了,解放之後 喂,不要說這些 之前的Sellows Up 其實我懷疑我的帳戶是被人罪走了 我的帳戶是不會出大勝的 我不會出那條片的,真的很醜 我抽了Sellowson200個星期五 忘了,星期五 總之抽我的帳戶 然後呢,總之我的結論就是 我的帳戶是不會出大勝的 他的MH是不會給大勝的 如果這些大勝落在我手上 哎呀,中得了的,世界沒人 賺不到錢的了,賺不到錢的了 哈哈,所以 是抽不到大勝的 但接著呢,看Angelo的影片 Angelo,你很棒 大勝,哇,你看他們的樣子多開心 先跳機 哈哈,總之抽不到大勝,我很失望 然後妖狐都抽不到 其實什麼都抽不到 不知道做什麼,我是在這裡 今次的公會有沒有,超時才拍 這個其實不太特別的 最重要就是最後那三關 一開始草技,你不喜歡草技 的話可以爆下去 其實現在的隊伍是可以的 即是有可能可以一直爆下去 不需要開技,然後殺光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動畫其實很噁心 隨便,你給我畫得到 開笑話家,然後交給陰影 哈哈哈 不要說這些,說這些 這個 那個叫什麼,坦忌 是啊 CD8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已經是你都OP到這樣了 對不對 那我把路西放了 做隊員 其實用來轉珠 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開完路西 再開這個 坦忌 非常方便 兩 什麼 什麼 開完路西再開坦忌 非常方便 其實它不是齊的 它是欠三顆 不知道是三豬是不是 神經病 為什麼不齊呢 齊不就好 我真的不明白 對了 路西配坦忌 非常方便 那這兩者一起開 就可以爆了很多百萬 不是,百多萬 起碼 都沒有 不知道 視乎再有沒有更多天國 看看個倍功到哪裡 那只知道坦忌是玩combo 都是125% 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 沒有特別 下機就配了三倍 不喜歡了 2.5倍 三倍比較好 其實是數字上比較好 OK 那這個公會 不要緊 最重要還是最後 就是最後的三關 那它會隨機的 小心點 看著陷阱 每次一樣 如果你猜任務 通常都完蛋了 有任務提供你 神經病 對 這些屬盾 很煩 那其實你看到屬盾 但CD又容易 打你又不死 通常都是磨 磨死它 不需要開機 除非你肯定 你有那些什麼死隻豬 其實真的我不明白這個動畫有什麼意思 真的很噁心 即是有些石 撞在一起 然後等一會 然後就爆開 那就好痛了吧 哈哈 大家對這個 有什麼 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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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有問題 下一次這個 解放 第一人有問題 如果解放龍獅 一隻也不是個 解放龍獅 解放龍獅應該解會哪隻 是不是 應該解暗 或水 其實也差不多 水的也是一隻 可以用FAN 就是不需要兩隻 不需要霜 然後暗的那隻是不是很棒? 其他都很快 木的那隻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都是暗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他的解放 他們的Release 是不是沒什麼特別的? 可以有人指教一下 還有下一隻 下一個系列 這個解放會是哪個系列呢? 你猜不到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時空之門 有很多人留言 昨晚直播的時候 叫我玩時空之門 你知道時空之門其實是很好玩的遊戲嗎? 一開始你把一棟東西 很多積物拉走 好像門很低能 但其實不是的 正當你掌握了怎樣去 去 去玩那個 什麼叫三燒 這個玩法 其實技術是高過這個神魔指頭的 OK 你要看 最棒的是 左上角有得看扁 你 看完 如果你反應快 你可以屁股屁股 還有 有沒有人玩 會不會開到FIFA 我開到 他整個 整個DEMO出了之後 開FIFA 之後 FIFA 我開過十 十次左右 真的十次左右 不是經常開到的 我相信有人 如果玩下去之後 出了一些秘訣 或者掌握了一些技巧 很噁心 這個真的 沒有了 轉了 可以了 這個FIFA 應該是有人可以每次都開到的 其實不難的 等於 是不是龍黑呢? 又不算龍黑 就是他進入另一個模式 然後被你不斷屈分 然後加攻擊力 有沒有人不斷開到的 要三塊鑽石 大家知道我講什麼嗎? 有沒有玩呢? 哈哈 沒玩過 沒得玩過 生了 對 這個坦的就是這麼用 也很妙 不知道為什麼這隻王 那麼小血 可能他的光屬性 黑他 那隻貓和暗主帶來 不知道為什麼 喂 我發現我有個病 即是我有個主角 我永遠都不是喊 第一次的腦 都不是打算 不是喊中他那個真正的病 即是剛才我想喊火煮 我不是想叫他暗主 然後之前那個 我叫他暗主 我叫他暗主 神經病 主角混淆症 對 就是這樣 很特別的 其實要問一下這個 小胸之門大家玩得怎麼樣 還有這個坦基 其實坦基 其實我剛才想說 即是他都喜歡 哈哈 都是情人之快 這個影片是預錄的 好了 多謝大家再見 掰掰